我們現在開始上了開始就是這裡考試愛考的重點了 從現在開始 就是我們考試非常愛考的重點 我們要教的東西的第一個叫做 氣壓跟風 氣壓跟風 氣壓是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我很不喜歡這個說法 因為當我跟你講它是重量的時候 你就有它方向下哪裡 反向向下 可是它是跟液體壓力一樣 在內部是四面八方 在氣壁是垂直氣壁 不過每一本書都這樣教 所以叫這樣教 好 單位譬如說 但這個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你就知道 天上氣壓力比較怎樣 小 地上氣壓力比較大 因為天上空氣柱比較短 地上空氣柱比較長 然後呢 理化老師叫做單位 有什麼公分拱柱高 有什麼ATM 有每平方公分客重 第一課用的單位叫百帕 百帕 一百帕 一大氣壓要背 一零一三百帕 一零三百帕 以前古時候叫做毫八 如果你寫到以前的題目 它上面寫毫八的 就自動改改改成百帕 跟兩個大小完全一樣 只是那個單位的名字 不一樣而已 要百帕 那我第一邊上到大氣壓 就在一零一三上下變化一點點 OK 所以你要背 一大氣壓 一零一三百帕 一零一零一三百帕 然後同樣高度 同一個水平面上 如果兩個地方氣壓不一樣 就會產生一個推動力 叫做氣壓T度力 舊課本 就只有寫因為氣壓不同 造成推動 挑剔的時候這樣說是不對的 因為氣壓壓力不是力 現在課本都寫正確的講法 因為氣壓不一樣 會產生一個推動力 叫做氣壓T度力 這個氣壓T度力 會使得空氣從氣壓高的地方 流到氣壓低的地方 然後呢這種水平的流動 就稱之為風 所以風從哪裡來 風從氣壓比較高的地方來 空氣的水平流動叫做風 為什麼會流動 因為有一個氣壓T度力 為什麼有氣壓T度力 因為兩個地方氣壓高低不同 會讓空氣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這種水平的流動稱之為風 這種力量稱為氣壓T度力 氣壓T度力 報告上會提到風向跟風速 這兩個現在都不太重要了 只有風向稍微還有一點點重要 什麼叫做風向 風的來向 風從東邊來 東風 風從南邊來 南風 風從海上來 海風 風從山上來 山風 風從哪裡來 就叫做哪裡風 林來風 OK 隨便 所以風向就是風的來向 我們的風向是分做十六個方位 東南西北 東北西南之外 還有東北在北一點 北北東 東北在東一點 東北東 這個你平常是在聽颱風警報的時候會聽到 台風中心正在從西北轉北北西運動 就是要把西北再北一點 從西北轉西北西運動 就是把西北再稍微西一點這樣子 但是這個課本已經不太交了 重點是後面一個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風標 在圖上面的左邊的就是風標 有人做成一架飛機 有人做成一隻公機 有人做個仙人指路 有人做個箭頭 不管 頭朝哪裡就是哪裡風 飛機的機首朝向西邊就吹西風 箭頭的箭頭指向南冰就吹南風 例外 步作的風標例外 右邊這個圖 步作的風標例外 這個風標飄向北邊 這什麼風 南風 烟也是一樣 烤過 現在吹東北風 烟飄哪一邊 西南邊 發現烟飄向西南邊的人吹的是東北風 這個是烤過的 烟 步作的風標 烟例外 基本上 風標所指的方向就是風的來向 就是風向 有風速 這個現在完全不重要 有平均風速跟正風風速 台灣是用十分鐘算 平均值叫做平均風速 台灣的做法 然後呢 最大值就叫做所謂的正風風速 這個現在不理他了 我們不太講這個 好 我們把氣壓相同的地方 點會連成線 就有所謂的等壓線 那通常是相隔四百趴 然後有等壓線呢 就可以判斷風向跟風速 好 風向風速 風向 你目前只學到 風向是由氣壓高吹到氣壓地 所以 未來我會教你 看出來真正的風向是怎麼吹 那是未來學習的重點 等壓線畫完 畫給你之後 請問你他吹什麼風 這是我們未來要學的 現在還沒有 既然指示到從氣壓高吹到氣壓地 但這是怎麼吹 是我們單會要講的 風速 這跟地理學的等高線一樣 等高線越密代表什麼意思 同樣的水平距離高度差越多 就是越陡嘛 那你等壓線就是同樣水平距離壓力差越大 所以風速就會越快 所以人家就畫了圖 人家畫了圖 然後問你說哪邊的風速比較快 你就看哪邊等壓線比較密 等壓線比較密集 就這樣子這樣做 好 就是考試就這樣考你 所以等壓線越密集 代表我們的風速就會越快 我們就是越快 好 影響風速的因素呢有三個 就是氣壓T2力 舊課本寫氣壓 他講過了 跳進來說是不對的 因為壓力不是力 氣壓T2力 科試力跟摩擦力 剛才已經 剛才已經有教過了氣壓T2力 氣壓不同 造成叫氣壓T2力 李化老師有教的叫做摩擦力 跟運動方向相反 阻擋力量 所以我們等會要給你介紹的叫做科試力 我們等會要給你介紹的東西叫科試力 那麼 三個力量的結果 合起來的結果 就造成風是這樣吹的 風是這樣吹的 風是這樣吹的 好 本來應該是要垂直等壓線 本來應該是要垂直等壓線 因為壓力要垂直 還記得嗎 李化老師教的 但是呢 因為有三個力量的作用 所以變成像這邊 然後呢 那我要你這個角度 畫三十度 我要你這個角度 畫三十度 這個角度不一定 這個角度會因為 這個角度會因為摩擦力的大小不同 而有差別 通常是二三十度 反正不一定 海上跟陸地不一樣 鄉村跟城市不一樣 但是我要你考試的 你可以畫三十度 如果你連三十度都不會畫 好 國中生呼嚨就好了 你就會畫四十五度 你畫四十五度 反正我們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要你這裡畫三十度 真正的風向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是北半球 像右邊上會講 然後這邊要差三十度 我要你這裡畫三十度 OK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好 那我們待會呢 就要給你介紹所謂的科士力